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呢,我带大家在山东烟台龙口市看房子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呀,又是一个一线的小区 是新海国畔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呀,就特别特别棒了 也是最近我看到的装修比较好的一趟啊 很值得入手 今天呢,我给大家详详细细的说一下这个房子 视频可能有点长,希望大家能看完 好嘞,咱们现在来到三楼 咱们先从这个门说起啊 看看这个防盗门 这是一个指纹锁 这个门也是换过的啊 看看这个质量是真的不错 一入户呢,在左手边就是一个墙柜 上面放衣服,下面是放鞋的 在这个柜子旁边就是一个厨房 这是一个L型的橱柜 什么都有了啊,上下水,上下柜 哇,这个,这个是 集成灶 看来这个房主真的是给自己住的啊 是一个集成灶,还是一个不错的集成灶啊 旁边呢,这是,啊,壁挂炉也有了 啊,这个房子,那个 是小松鼠的壁挂炉,并且这个房子的地暖全部重新盘过了 这好厉害啊 房间的门 看这个门,质量也是超好的 实物门啊 那回到这个入户门这儿,右手边就是大客厅 这个客厅很明亮 相当的明亮,背景墙做的也很讲究 咱们先看阳台吧 有一个这样的阳台 看看窗外 双层的玻璃啊,这是双层的玻璃 这是户外,看的是咱们小区内部的景色啊 不是外面,不是临街的马路 这边呢,原方主还做了一个洗衣台 因为南方人他特别喜欢在这个阳台 嗯,放水,洗衣服呀,什么的方便吧 在这个阳台做了这么一个,挺实用的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实用啊 这边还可以洗衣服,然后这边可以做休闲 那这个就是电视背景墙 啊,这窗帘也不错 这个窗帘不是那种很便宜的那种 嗯,可以看一下是麻布的那个啊 确实这个房子当时说 嗯,是房东装给自己的 我们还有点不太相信 这样看来的话,可能是真的 因为这个房子细节做的非常到位啊 包括咱们看这个地上的这个瓷砖上面的缝儿 也是做的勾得非常好 做的太细致了 这个房子要不是自己住 那就有点太用心了 那咱们继续向前吧 沿着这个门口入户门 嗯,再向前走路过厨房 这边呢,就是卫生间和一个小卧室 先看卫生间啊 卫生间是一个干湿分离的 里边呢,是 呃,淋浴,码头 这个外面呢,是做了一个 呃,洗手台 这个洗手台真的很好啊 现在就这种简约风格 做的真的很到位 并且这个洗手台的这个台子是木头的 石木的 他这个房子做的真的很到位 哇塞,真的 然后对着洗手台的呢 就是一个小卧室 咱看这个小卧室 小卧室背景墙是刷的乳胶漆 啊,小卧室带一个阳台 出去看看吧 这个阳台出去是咱们小区啊 是小区院子里 院子里的景色 从这个小卧室和洗手台出来呢 在背景墙的这一边呢 并排放着两个卧室 这两间卧室 呃,一个是 我看他做的好像是个书房了 对 也可以做床 也可以做成书房 你看 每一个房间都放的盆啊 这是 确实是给自己家装修的 看看这个 这个窗台 做成一个书桌了 也可能是想作为一个儿童房 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桌面 石木的 真的非常好 质量很好的样子 人家搞装修的就是会搞啊 你说咱们自己家装修 还不就得做到这个地步 找装修公司真的做不到这个 这个样子的 有时候也都是闹心的吵架的事 这是这个小卧室 咱们再到这边来看看这个小卧室 啊,这是大卧室 这是个主人卧室 看看这个背景墙 这个主人的背景墙 这房真的合适啊 这么大的位置 放个一米八的床 这都设计好了 对面这个位置是床头 看看 柜子也是 要不说人家是装修出身的 看看这个柜子和墙 这全都是把墙打平了以后 凿进去的内饰棍 这本身不是这样的柜子 咱打开一个看看啊 看看 哇塞 这个房子装修真的是可以 豪装 可以说是豪装 质量非常好 看 什么 哈尼兔好像是 也是一个品牌的板子吧 对 我好像听过这个牌子 这是床头灯 开 开灯以后就是这种效果 满房的窗帘都是这种啊 都是这种 不是便宜货 一看就是好的 这是麻料的那种窗帘 咱们再看看这个 看 这要不是给自己 自己住的 这玩意都已经做好了 窗帘是大理石的 窗边全部是这种石墓的啊 啊 这个房子真可以啊 咱们再重入货门 整体的看一下这个房间啊 房子呢 是一百多平方 分出来了三室 两厅 一厨一卫 小窝室是带阳台的 那么客厅呢 是带一个大阳台 从装修的质量 到装修的这个风格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粉丝朋友觉得 这套房间怎么样呢 别忘了给老王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